接下去要介绍的是动状词的观念 动状词的观念意思就是说 当句子有了动词之后 其余第二个动词 第三个动词都要改成动状词 为什么 因为一个句子不能同时有两三个动词 不可以 所以动状词 不定词动名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 就是要切割第一个动词跟第二个动词 还有第三个动词 现在我们不妨从例子来看 第一个 He was to make some money 我们加一个hard好了 他很努力工作 好了句子已经有了 这就是动词句子的动在那边 工作 这是第三人称单数 所以加了s 那么加句后面有个动词 make 赚钱 他努力工作是为了赚钱 所以make也是动词 因此你如果 没有加to 那就会变成 walk是动词 make也动词 这样是不可以的 所以第二个动词make 我们就要加一个to 来切割 免得形成两个动词 这个to表示目的 我们就称为不定词to 我们要加圆形动词 这个to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in order to 要加圆形动词 他努力工作是为了要赚一些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walking is good for health 散步 有意健康 好动词在那边 意志 有意健康 动词有了 因为动词有了 所以前面这个动词 你不能用walk 不可以 因为你如果用了walk 就变成一个句子 有两个动词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要把 这个主词改成动名词 用ing 这样子跟意志 就不会形成两个动词 用walk就一定是错的 要特别留意 动词不能当主词 要用动名词才能当主词 这是第二个例子 再看第三个例子 我们正在看watching 就是观赏 正在观看 好动词已经出现了 这个动词 这个叫进行式 所以这个watching呢 是称为现在分词 配合r 形成现在进行式 好 基本上这就是他的动词了 后面又来一个动词 太阳正在上升 太阳上升是指正在上升 所以我们要用现在分词 我们用现在分词 就是表示进行的意思 the rising sign 你不可以用rise 你用rise就不对了 因为rise是动词 这样子就会形成 这个也是动词 这里也是动词 变成一个句子有两个动词 这个是很忌讳的 第四个例子 过去分词 表示被动完成 现在分词表示进行跟主动 这是他的含义的概念 the pick up pick up是捡起来 好 这就是动词了 捡起什么 fallen 这也是 fallen是过去分词 它的动词 它的动词三态是 for fail fallen 那么我们不妨来把这个例子讲解一下 for过去是 fail 过去分词 fallen 它也有现在分词 是falling 现在我们要选的就是这个字 falling是表示被动或者是完成 树叶是已经掉下来的 所以我们称为完成已经掉下来的叶子 我们就称为落叶 可是我们不能用for 绝对不可以再用动词 这个 这个 掉落 我们一定要用 现在分词 或者是过去分词 如果是现在分词是表示落叶正在飘 用过去分词 fallen表示已经 飘到地面上来了 已经落到地面上来了 我们就称为落叶 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吧 所以这边第一个也是一样 你绝对不能用make 因为这样子会形成两个动词 经过这样说明之后 同学应该很清楚的了解 为什么会有动状词的出现 最主要就是我们要避免 一个句子同时有两个动词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所以第二个动词要做改变 就改变成这些情况 现在我们做第一题 I think it's a good habit regular exercise every day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好习惯 什么事情? 这是一个很好的英文的句型 这个it就是我们讲的虚的寿词 它常常会配合真正的寿词 这个it就会配合to一起出现 这个to不定词to 我们称为真正的寿词 他说take regular exercise every day 每天做规律的运动 先翻后面 再来翻前面 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所以第一题很棒 it配to 配不定是to 好 再看第二题 the country planted a lot of trees 这个国家种植了 好 种植是动词 种植很多的树 木地在哪里 你看第二个动词出来了 keep出来了 所以马上加了一个to 表示木地的 这个就叫不定词to 为了要使得土壤 保持土壤 from是不至于 怎样? 流失掉 所以我们有看到一个from 是介细词在这里 因此后面这个动词 你不能用动词不可以了 介细词后面的动词 要改成动名词ing 所以能挑的就是 1跟4 1washing是表示主动 being washed是表示被动 我们看内容 这个国家种很多的树 为了要保持土壤 不至于土壤自己流失 还是被流失啊 被流失 被水冲走 所以被动 这一题要选的是第四个答案 再看第三题 weather permit weather permit是什么 天气许可 这个原来的句子 它的原句是这样子 如果 如果 if weather permit 这是这样子 后面就一直写 但是简化之后呢 另外就一种写法 说weather permitting 这个就是固定的表达方式 这个就是固定的表达方式 所以如果我们要写 子句 就要写 if the weather permit 加个the 要不然就改片语 片语就变成 weather permitting 所以这里是用片语的表达方式 后面 we will have a picnic on the beach tomorrow 天气许可的话 我们将会去野餐 后面加一个片语了 在哪里 on the beach 在海滩野餐 什么时候 tomorrow 这题固定的分词天语 固定写法 我们要用ing permitting 这是现在分词的固定写法 第四题 both history and geography 历史跟地理 都是什么课程 in middle school 在中等学校 这两颗地理跟历史 都是什么课程 所以我们已经有动词了 在啊 因此 后面这个 我们不能再用动词 一定要改了 改成什么 我们先看第一个 requiring 是表示进行 to 表示目的 加ed 表示被动 require 是原型动词 所以我们不能用动词 第四个是错的 这边 讲的是课程 require 是要求的 那课程 是要自己要求 还是被要求 还是为了要求的课程 我们经过内容判断 应该是 历史跟地理 都是被要求要修的课程 表示被动 这两个 这两门课是 要求要被修的 因此我们就称为 必修课 那这个课程是被要求的 一定要修 因此就要用被动 required courses 这个required courses 我们就翻成 必修课 其实就是有被动的含义 经过这样分析之后 我们第一题 介绍to的用法 第二题 动名词的用法 第三题 现在分词 第四题 过去分词 这就是整个 动状词的概念上的 一个运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